她是周星驰得不到的女人 每天送她上下班 两人结局让人遗憾 难道情场老手 星爷也有失败的时候吗 据传闻 当年陈德荣凭借着自己的容貌 迷倒了无数的男人 周星驰也是其中的一个 陈德荣的姐姐更是当众爆料 周星驰在追陈德荣的时候非常的高调 经常在剧组等待着陈德荣的上下班 这些事情也得到了剧组工作人员的承认 据说 当年星爷每一次接陈德荣上下班的时候 都会细心的给他打开后面车门 邀请他上车 不仅如此 还会询问陈德荣今天过得怎么样 很多人都猜测周星驰和陈德荣二人 是否能够真的走到最后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陈德荣却是一个非常有主意的女孩子 他觉得他和周星驰之间年龄相差十岁 这实在是让他有一点不能接受 所以在拒绝了周星驰的好意以后 他就再也没有和周星驰见过面 很多人都感到有一些遗憾 因为从周星驰以往的情史中可以探得出来 他对陈德荣应该算得上是最好的一个了 甚至不在意被媒体谈到他们之间的匪备 以前的女友哪一个他都没有承认过 就连大美女朱音都偷偷摸摸地和他谈着地下的恋情 如果当年陈德荣愿意和周星驰尝尝一下的话 媒体真的能够开启一段全新的感情 周星驰也不会在老了以后还如此的孤单 或许对于他来说错过了对的人 真的就无法再次找到尊爱了 而网友看到这个新闻以后纷纷表示 周星驰在自己的事业上 真的可以说得上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导演和演员 所以展现出来的这个才华也是无人能提的 可是在感情生活中里面 他却少了太多的情趣 这也是他历见女友都会和他闹得不可开交的原因之一 朱音已经算得上是很柔和的一刻了 毕竟他们两个当年的感情也算得上是周星驰先对不起他 可最后呢他都没有出面爆料周星驰 也有另外一部门的朋友认为 当年陈德荣幸好没有答应周星驰的追求 因为周星驰本来就是一个狠渣的男人 自从他当年甩了朱音 让莫文卫给自己当小三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 想必也不能获得什么好的结局 各位观众是如何看待陈德荣是周星驰得不到的女人 每天接他上下班 但是还没有成功修成正果的这个新闻的呢